桃园市平镇区宋乌国小在今天举办的毕业典礼 邀请到第一届高龄103岁的校友黄哲目出席 他带着当年的足业证书 与毕业生一同合影接受大家的祝福 桃园市平镇宋乌国小今天为87届93位毕业生举办毕业典礼 特别的是今年邀请到第一届的毕业生黄哲目一同参加 黄爷爷特别带来日剧时代的足业证书 与今年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一同合影 跨越了87年格外有趣 黄哲目今年103岁 当年他以第一名毕业堪称学霸 年轻时在公家机关服务25年退休 101岁时还捐给学校11万0101元 作为校庆活动经费 他说这是老学长的心意 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我就在人生中 宋屋国小的毕业典礼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第五次 所以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场面那么盛大 宋屋国小创校于1931年 日治时期昭和六年 至今92年历史 校长贵景欣特别邀请百岁黄爷爷回娘家 与这群毕业生相见欢 接受大家的祝福 那么他在上个礼拜已经亲自骑了摩托车 送了100包的橄榄 送给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他刚刚的祝福我们也听到了 他的毕业证书也会珍藏在我们的校主室里面 我们愿意向黄哲目老爷爷 我们的第一届的第一名的毕业的校友来学习 学习他的精神 学习他的生活的哲学 黄爷爷身体很硬朗 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经常骑着摩托车四处跑 他说领的退休金不是给看护 而是自己花 有时乐捐做善事 保持快乐的心情 就是他高龄长寿的秘诀 感谢 谢谢大家